晚間一八零零 臺南市警方打炸 而且現在有所斬獲 您看到他們發現呢 有嫌犯 臉書假真財 真詐騙 騙你投資近百萬 於是胡經過好幾天的埋伏搜證 日前呢 警方前往隱身在住宅的機房 他們破門攻堅 一局逮人 警方駕槍實彈來到南區 這一處住宅 門口拿出破壞工具 搶力攻堅 警方屋裡 馬上將一桿人等制服在地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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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蔡新男子為首的四名嫌犯 雙手抱頭招待 狡兔三哭 還有同伙在另處民宅 OK OK 要吃 要吃 他人是行大遠景先撬門 又拿工具撞門成功進入水發 逮到了其他詐騙集團的成員 兩處機房已身在住宅區內遭警方瓦解 這個詐騙集團專門在臉書刊登 真財廣告 藉由雇主和員工關係 培養信任感 伺機介紹投資機會 騙被害人在假投資網站投入大量資金 該詐騙集團分工細密 透過多名花物手 層層誘騙民眾上檔 發現該集團機房設置於本市南區安平區等處 隱身於大樓間 並會設置大量的監視器 來反監控警方的調查行動 警方一共逮捕七個人 依刑法詐欺罪洗遣防治法及組織犯罪 防治條例等罪嫌 將他們移送地檢署偵辦 記者雍華太能報導